随着汽车行业不断的发展 汽车成了我们生活必需品 由于各个街道遍布摄像头 偷汽车的越来越少 像奔士宝马这样的高档车的小零件价格都非常昂贵 动辄数千上万元 而且非常容易得手 小偷开始把主意打在了汽车的零部件上 像后视镜 轮胎 轮胎气门嘴 防尘盖 前后风挡雨刮漆片 电瓶 燃油 车标车牌 车顶天线等 就都成为他们的关注对象 最近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一位女士下楼发现自家的宝马车的四个轮胎都被偷走了 车身被放四个砖头垫高 这让女主人非常气愤 立即报了警 在等警察的时候 这位女士四周查看爱车情况 在车的另一侧发现了一小堆螺丝钉 便笑了起来 说这是个啥小偷啊 有贵的不偷偏偏要费更大的力气去偷轮胎 而且还非常不好运输 原来这些螺丝钉比轮胎要值很多钱 这些螺丝钉是全装的 去4S店里买一颗就要好几百 全车要16枚 加起来就是好几千 小偷没有偷 反倒扔下了 拿着已经用了很长时间 不是很值钱的轮胎走了 在小编看来 这位女士还是很幸运的 损失也小了很多 如果小偷只偷螺丝 那这位女士的损失就大了 毕竟螺丝非常小 也很好搬 比4个使用了不知多长时间的轮胎 也要贵很多 最后提醒大家 停车不要停在路边 一定要停在有摄像头的地方 还有将车子上锁来保证车子的安全 比4个使用了不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